我们都知道每个女人都非常的害羞 总是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时 却不敢向她表明自己内心的想法 虽然也会让她们错过很多人 当一个女人想要的时候 她会通过一些行为去暗示你 如果你是一个信心的男人 发现之后就要不顾一切的去满足那个女人 当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初选择她是很好的决定 并且她一定会对你非常好 1.和你聊天次数很多 当一个女人想要你的时候 她就会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去和你聊天 并且在三更半夜的时候 她都会抱着手机去翻着你的朋友圈 因为她想知道你的一举一动 而且像这种人 她的内心也非常的孤单寂寞 总是会在想一个人的时候失眠 于是她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话题和你聊天 她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排除自己内心的孤单 同时像这种女人 她也非常的爱你 所以才会有这么明显的表现 而且她的内心也非常的脆弱 渴望一个男人去用心的爱她 然后和她生活一辈子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男人 遇到这种女人时 一定要好好的和她在一起 2.经常找你帮忙 像这种女人她经常会制造麻烦 然后让你去帮助她 有的时候她会在夜里面的样子给你打电话 然后让你去她的家中帮她修一下电器 或者是灯泡之类的小活 等你到了之后会发现 她家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好无损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 其实这个女生她非常的爱你 只是不知道如何去向你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只能通过这种非常幼稚的方式 让你去接近她 如果这个时候你去主动的话 那么她一定会和你发生一些关系 并且不会让你对她负责任 3.动不动就会给你送东西 当一个女人想要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每天都会给你制造不一样的惊喜 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一脸懵逼的状态 不知道是什么节日 可是只要她和你见面 她就觉得每天都像在过节一样 所以她就会给你送不同的礼物 而且每件礼物都是她亲手制作的 虽然不是很好很贵 但这是她对你全部的爱 如果这个时候你看懂了眼前这个女人的寒意识 那么就别再傻傻地错过了她 4.每次都喜欢和你单独出去 当一个女人想要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即使是深更漫夜 只要你一个电话 她就会不顾及自己的安危 立马出现在你的面前 而且她对你的要求全部都是答应 在她眼里觉得只要能够和你待在一起 她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每个女人想要的并不多 只希望男人能够多在她身上花一点时间 多关心一下她 这样女人就会死心塌地地跟你生活一辈子 像这种女人 当和男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会想方设法去接近那个男人 然后会制造很多的机遇 让那个男人和她有肢体上的接触 不过像这种女人 她们的心机过重 但是她们都是太爱对方了 才会有这些表现 以上就是一个女人想要你所做出来的表现 别再傻傻地装作不在乎 当有一天她对你开始冷淡 并且对别的男人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心会痛 当初她对你那么好 你却无动于衷 事到如今 她找到了和自己过一辈子的人 你却去打扰她的生活 这要不但会伤害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友好感情 而且她也会对你另有看法 所以警告那些男人 在一个女人想方设法去讨好你的时候 你不要故作高冷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不要因为顾及面子而失去了一个爱你的人 且行且珍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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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